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菜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呢是一支涂抹面膜 分享大喝鸡 这些面膜呢都已经在我旁边摆着了 就是这些面膜 然后呢我会跟大家一一分享一下 我的使用感 我推荐不推荐 喜欢不喜欢 有哪些优点 有哪些缺点 因为这一支视频的涂纹版呢 我已经分享一下 已经在微博上发布了 在微博上呢是转发抽奖 送的是这款面膜的30毫升管状 当然了人是不能厚此薄比的 所以在这支视频B站的下方呢 我会随机在评论里抽一位朋友 送30毫升的同款清洁面膜 就是也没有什么规定 评论留言 然后只要让我看到你 我就会随机抽一位朋友 送上30毫升的这个面膜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本期的视频吧 首先我们按类别来讲 第一个类别呢 就是睡眠面膜这个分类 睡眠面膜我有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三个呢 我们首先说两个 我喜欢的 我喜欢的呢 就是 这两个 一个是奥伦纳素的 睡眠面膜 另一个就是 Fresh的这个 红茶睡眠面膜 首先是奥伦纳素的这个 它最有趣的是它的质地 你看它这种粉红色的 然后QQ弹弹的这个样子 特别像那种芒果布丁啊 草莓布丁 这个应该像草莓布丁 不论你怎么挖洞也好 搅拌也好 你给它搅得乱七八糟的 第二天呢 它又会回复到这个 凭整的这个状态 它就是这种粉 褶莓的这种质地 然后给它抹开 它就是这种 很水润的 这样 一个质地 对于干皮来说 对我这种超级干皮来说呢 它过夜的话 肯定是不够的 只涂一个这个过夜 那根本不可能 我怎么用这个面膜呢 就是下午我三点啊 四点或者是五点 到家这个时候 我会立刻先洗点卸妆 但是我也不能直接涂 保养品睡觉 对不对 就是离十点 十一点 还有五六个小时的差距 我就会先涂上这个面膜 其实我睡眠面膜 这个和这个 我都是这样用的 我都会在这一段时间 先涂上这个面膜 它的保湿感非常的好 我的脸也不会干 然后到了晚上呢 我会把它洗掉 然后再涂保养品上脸 第二天起来 脸部的状态 真的非常的OK 你上妆都会变得特别服贴 同样的用法呢 我就不喜欢 伊利斯尔的这个面膜 这个真的就是 我觉得它很鸡肋 保湿它做的根本不好 我这样用完之后 再洗脸 再抹护肤品 跟我之前什么也没涂的感觉 其实是差不多的 去年我在香港的时候 也是只用这一个面膜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的脸真的是 吸足了水分 比较喷 然后那个补水的效果 我甚至觉得有一些太好 你知道吗 而且它不黏 你一晚上你很舒服的就过去了 第二天起来呢 你就会觉得你的脸真的非常的充盈 有那种补水补垢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如果你是油皮的话 我觉得这个一年四季 你都可以常备 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你是干皮的话 冬天再用的话 可能是有些不太够的 下一款产品呢 就是我刚刚已经拿起来过的 Fresh的红茶面膜 这个红茶面膜的质地 它其实是土豆泥一样的那种质地 真的就是跟你吃过的土豆泥 非常的相似 我这一瓶呢 是个新的 因为旧的那个 我已经用完了 而且它涂上呢 是比较难推开 延展性比较差的那种产品 很像很像一碗土豆泥 是不是超级像 我觉得它是我这三款睡眠面膜里 唯一一款可以替代 晚间护肤最后一步 当做面霜来用的一个面膜 多取一些按压在脸上 因为它是哑光的妆效嘛 所以它根本就是不黏膩 也不会沾枕头 这些完全都OK 不错 早上起来呢 你的脸确实是不够水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的脸上呢 会比较有光泽感 会显得你整个人气色都很好 这款产品 我觉得它其实做的是 有一些营养化的 如果你是很年轻的油皮的话 我真的不建议你用这个产品 可能会有一些过营养化 如果你是中性皮 干皮的话 我觉得这款产品真的是很适合你的一款水面面膜 接下来呢 是两个除了补水 它什么作用都没有的选手 就是这两款 这个呢 是 不好意思 这款呢 是Sicely的一个花香面膜 这个呢 是修丽可的 B5保湿面膜 首先是这个 花香面膜 这个花香面膜的质地 就是水水润润的 就是这种乳白色的这种 这种你就涂开你就知道 它真的是超级无敌的水润 它的延展性真的很好 刚刚我就涂了一点 就涂满了我的手背 还有手腕 首先呢 我先说一下 我对这支面膜的态度 这支面膜 我不是很推荐 如果你是很有钱 不差钱 咱就是有钱的那种 就是无所谓 你是干皮 油皮 敏感皮 你都可以尝试 因为这支面膜的补水效果 是我用过这么多面膜里 最好的一支 但如果你是可以买 而觉得有些贵的话 那我建议你就不要买这支面膜 因为它除了补水保湿以外 它真的没有别的什么效果 花香的说法呢 是把它涂在脸上三分钟之后 然后把它轻轻的擦掉 这个面膜是不用洗的 但我的话 我一般会停留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左右 然后才把它擦掉 它擦的时候呢 也是就这个质地仿佛就没有变过 它也不会变干 你轻轻把它擦掉 甚至说你可以不涂护护品 也没有问题 在我过敏的时候 我用它会用的比较多 它真的是会有一种 就是一针强心剂 给你打到皮肤里的那种感觉 而且它这个感觉 不会是说 今天我涂了我的脸很保湿 那明天就没有了 不会的 我觉得它的效果持续三天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这个产品就是 如果你的脸真的很干 或者是你的脸经常过敏 而且你又不差钱的话 那我真的是用生命在安利 这一支面膜 下一支呢是修理可的这个面膜 这个面膜我用了一半了 它的质地呢就是这种 你看就是这种凝胶状的 这样的透明的 然后我把它抹开就 它其实抹的话很容易就把它抹开了 就是胶水这个样子 很像那个502 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我也无法忍受的 就是它真的太难洗了 就我前面说过 它像502的那个质地 它在你脸上用完之后 也像502 就你真的真的很难把它洗下来 我之前在用它的时候 我用甚至我要用指甲把它抠下来 其实这样真的很不好 后来我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就会把它涂到脸上 然后再涂一个其他的 你不是很喜欢的那种 whatever什么片状面膜都可以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干的那么明显 然后后续你在洗的话也比较容易 这个方法用来涂这个面膜 真的保湿效果一记绝尘 我在过敏的时候呢 我用它我脸上会超级超级疼 就是疼 因为它补水的效果来的太快 如果是日常你在用的话 你的皮肤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你用它就丝毫感受不出来 而且它的用处呢也真的发挥不出来 所以说在用这款产品的话 我还是建议在你的脸非常干 非常缺水 以及你过敏的这种时候 我觉得用它 它真的是深层快速补水 这个真的是王者 这个的价格的话我已经忘记了 因为我当时是香港买的 这个官方期间内我查过是670块钱 75毫升 如果你的脸经常因为缺水而过敏 而且这个价格你又可以接受的话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面膜 急救面膜的话 现在就只有Avalon这一个了 另一个Fresh的 我已经用完了最后一个小样了 其实这个面膜呢 我不喜欢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使用感很差 或者是其他的 而是这个面膜你在一开始用的时候 它会流的你手上全都是水 它挤不出来东西 哪怕你真的就是给它摇匀了 也没有用 当它的这些水基本上全都流干净之后 就一开始你挤嘛 它出来的全是水 流干净以后 你就可以见到官方说的那种质地了 但这个事情就是说 按它的那个说法 应该是水跟泥混在一起用比较好 但我这个管状的话 水就全部都流完了 就最后只剩下泥了 我不知道我用起来觉得这个 就是各方面都没太有效果的原因 是不是因为就是这个水都没了 只有泥了这个样子 还是说就是它本身不好用 这个我不是很确定 所以说这个其实我不喜欢的 主要是管状这个包装 如果呢你是真的很喜欢这个面膜 我劝你一定要买那个罐状的那个 你到时候搅一搅你就可以上脸 所以说我大概会再去买一个罐状 然后重新体验体验这个急救面膜 当然是那个莲花面膜 然后把它图片放在这里 这个对我来说我是干皮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这个面膜的 我觉得它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急救面膜 我用完之后保湿感不够 而且有一些膜感 这个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点 就是剩下提亮去黄 这些在五分钟之内 我也没有感受到 但是这款面膜呢 对于是混油皮的我妹妹来说 她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用的面膜 首先她用完之后她觉得保湿感非常的够 她不用再额外的又涂抹乳液啊 其他的护肤步骤已经不需要了 而且呢她觉得用完之后 脸会有一些滑滑嫩嫩的那种感觉 提亮效果也有一点点 但这个面膜呢 它还是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还是有一些稍微难洗 这次Sforo八折呢 我还是会回购这个面膜给她用 接下来呢是清洁面膜 清洁面膜我这里有四个 这四个我先说 Amor Pacific这个 Amor Pacific的这个面膜呢 我在全网没有送到任何功课 可以说这个是完全基于我对这个牌子的热爱 而购买的一支面膜 它的质地呢就是 哎呦 这个样子 你看可以看得出来吧 它有一些闪闪的东西在里面 好看吧 真的很好看 味道吧 也真的是超级好闻 这个面膜呢 号称添加了他们家的Bitonic Enzymer Powder Formula 这个我完全没有感受出来 这个专利添加在里面有什么用 它号称呢是一个不用洗的撕拉的面膜 但是它根本就没有办法撕拉 它其实呢还是一个水洗的面膜 我对这个面膜很失望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它不能撕拉只能水洗 而是它没有用 它号称是一个清洁面膜 但是就是你鼻子上什么东西它都清理不出来 然后保湿 它也不能保湿 提亮去黄更白搭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一个完全没有用 我花了400多块钱买了一个寂寞的一个产品 接下来呢是最像的这个刷酸用的面膜 这个好像是因为加拿大的什么食品安全局 还是什么局 他们改变了标准以外 这个面膜就不准再在加拿大继续售卖了 还有之前我很喜欢的Sunday Rally的一个 也不能继续卖了 最像的这个面膜 酸的浓度其实真的是挺高的 它是25%的果酸和2%的水洋酸 它在去壁口啊 削豆啊 还有去黑头这方面真的是非常的卓越 你用完它之后 所有鼻子上你的黑头白头就会浮出来 然后后续就是一根粉刺针 然后你就能全部解决 这个去壁口的效果真的也很好 官方的说法呢是一周一次 然后一次用20分钟 大概三周你所有的壁口就可以都削下去了 而且豆的话 它对那种刚长出来的那种豆 以及快熟透的那种豆 都是有效果的 但这个面膜呢 它就是上脸非常非常的疼 它会刺痛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刺痛感会一直都在 并不说我涂20分钟前5分钟疼 后15分钟就没有事了 而是就是它这个刺痛感一开始会达到顶峰 它会慢慢往下降 但是它这个疼痛感并不会消失 它洗的时候呢 也算比较好洗的一个产品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刷酸的产品 用完之后呢 它会加速你脸上的新陈代谢 所以及时效果就是你的脸非常的滑 非常的嫩 就很对得起它这个 起的这个名叫婴儿面膜嘛 还有一点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疼痛的关系 所以敏感肌是千万千万不要尝试这块面膜的 它真的不适合敏感肌 价格方面来说的话 它大概是580块钱左右吧 这个价格一周用一次 用量不是很大 因为它的延展性上脸非常的好 所以性价比来说是非常OK的 这个我还是我蛮推荐的一个面膜 剩下这两个呢 就是这个 Glam Glow的白泥和Fresh的这个Clay 这个质地呢 就是很普通的 这样子的泥 你把它抹开之后 过一会儿在手上 它就会干掉 它应该是清洁面膜里的老网红了 就是红了很多年了 这个我也是一直在用 这是我用它的第三年了吧 这是我第二个100克 然后之前我还买过两个罐状的 这个就是相比于黑色的那个 黑色的那个里面 添加物特别的多 你抹上之后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疼 如果你那个不耐受的话 建议还是买白管的这个 而且管状和罐状相比呢 我更推荐管状的面膜 因为管状的面膜它不容易干 这个面膜罐状的话 它干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快 这个面膜呢 它就是清洁面膜的本质工作 它做的非常的优秀 你用完它之后 会清理掉脸上所有的老化的角质啊 还有你的黑头啊 这些都没有问题 而且第二天你上妆的时候 会真的超级超级服贴 它干掉呢 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真的干掉之后 真的很像水泥 而且它的味道闻起来 也是带一点草本的水泥的味道 这个在脸上干掉 然后你把它洗掉之后 你的脸就会觉得非常的干 所以用完这个呢 我还会用一贴补水的面膜在里面 其实效果的话 它们两个真的非常的像 但是Fresh这个呢 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它有一些保湿 就是很奇怪 你看它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真的就是 它真的不是就是那种 看起来就很干的那种质地 它就是这个样子 这两款面膜用完之后的效果 是大差不差的 没有谁比谁好这样 味道的话比较不同 这个味道有点 奇怪 就好像有一点酸 但是唯一的不同呢 就是在使用感上这个 Fresh的这个 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保湿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清洁面膜 为什么会有保湿的这种错觉 我也有点纳闷 但是它确实会有这种感觉 而且你洗完之后 也不会像Glam Glow给你的感觉 就是那么的干 所以用完这个之后 我就不会再用补水面膜了 综上而言呢 就是这两个面膜 我都很推荐 作为你日常每周都用的 或者是你一周用两次的清洁面膜 这两个做的都真的很不错 接下来呢 是这个 是CC类的黑玫瑰面膜 我这个是专柜送的小样 专柜送了我超级多这个 我们家大概有七八个吧 就挺奇怪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 这个就是除了它的保湿能力以外呢 它还有非常强大的修复力 就第二天起来 你会觉得自己有精神意义 容光焕发的那种感觉 而且你的皮肤会变得非常的细嫩 就算你熬夜之后用了这个面膜 也看不出你熬过夜 气色很差 接下来是两个我不太喜欢的面膜 就是Pharmacy的这个 和这个牌子 我不会读这个牌子 这个是一个提亮的面膜 就它现在它这上面就直接写了提亮的面膜 但是呢它根本就没有提亮的感觉 而且它是这种 它这个绝对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有一点像酸奶 我不是很喜欢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像也像酸奶 但是是有点太酸的那种酸奶 这个就是它的使用感非常非常的差 你用它之后就等于在你脸上结了一层膜 而且超级难洗 并且它说的这个提亮的感觉完全没有 就是骗人的 就是什么用也没有 我非常不推荐 我很讨厌这个东西 接下来呢是这个Pharmacy的这个面膜 Pharmacy这个面膜之前我在那个Get Ready With Me给大家看过 它就是真的就是很像蜂蜜 然后它在脸上打圈按摩会变成白色 这个我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第一是它难洗 第二它的保湿感不足 第三呢它也没有去黄提亮等其他的一个效果 不像是一个复合性的面膜 就是修复作用也不好 这个可能就是人跟人的使用感是不同的 在我这里呢它确实是一个值得打进冷宫的产品 最后一个呢是修丽可的色修面膜 色修的那个精华大家都知道 但色修的面膜跟色修的精华不是不是一个路子的 它是这种就是绿色的这种就是凝胶 也不像是凝胶是水水的这种质地 而且呢它的味道也很好闻 它的味道像小时候用过的那种清凉油的那种味道 它就是一个镇定肌肤的 你夏天尤其是你晒后用来做晒后修复的话 它的效果真的非常非常的赞 它在镇定舒缓这方面做的真的很不错 你上脸呢它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 会帮助你的皮肤迅速降温 所以夏天晒完之后用这个效果真的很好 这个我比较推荐 就是不管是从使用感还是效果来说 它都是一个非常赞的产品 以上呢就是这支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其实我家里还有一些其他的面膜 但我拍照的时候没有拿进来 所以这次呢就是15款涂抹面膜的使用感和体验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 就快点关注我吧 这样我更新视频的话 你就可以收到提醒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